首先的话,第一个就是说我刚刚有提到,我刚刚有开放资料 那当然第一个,你们可以到台北市的资料大平台里面看一下 然后首页进来,它这边也可以搜寻 你可以查你比较有兴趣的相关资料 像看交通的也一堆啦 比如说住宅窃照案件,治安也有啦 还有一些可能像生活等等的,这上面都有 不过我是觉得,当然它有开放啦 可是它提供的都是所谓的RAWDATA RAWDATA就没有整理过了,原始资料 那这资料不见得合用 所以变成说,你要自己后续要去处理 那这就是我们需要花时间的地方啦 OK,那所以呢,我针对的部分 大概资料目录我们可以切换过来 所有的资料起,它会列出来 那当然呢,我们可以从几个角度去 去找到那个分类 那如果我们今天以城市需求来看的话 你可以切到这个有个叫资料格式分类 资料格式分类的话,你点下去你会发现 它把那个资料分类,像我们最常用到的就是所谓的CSV 它这边有CSV 另外的话第二名的话,通常就是像那个什么JSON JSON这个,JSON 不过我发现台北市政府用的比较少 36比较少,36种资料是用JSON 另外的话第三个是XML 也就大概会用这些XML 刚刚有看到这里有没有XML,50个 还有其他的啦,什么压缩档 其他里面也是放一些Data 那其中的话呢,当然你们都要练习的话 最简单的是CSV 因为前面我们有讲过CSV的话 它其实,你按筛选 它这边就一堆的CSV可以拿来练习 那当然我们现在,之前是下载下来再开启 可是如果今天我不希望下载下来之后再开启的话 那该怎么做 第一个的话呢,我们会需要先找到什么 找到我们要的那一个连结 那个连结的话,我们假设我们是利用那个 公有零售市场行情这个 然后呢,我把它点击 我刚刚讲了,下载的话它就直接下载 或预览 预览的话,这边就有一个连结 实际上这个连结 就等同是它把一个CSV档放在它的主机上面 它的Server上面 OK,所以我们如果要抓取的话 特别之后,这边可能会需要用到另外一个模组 那个模组叫Request 不过Request特别之后 Request预设它没有安装到你的电脑里面 OK,没有安装到你的Python的这个程式里面 所以特别注意 第一步的话呢,我们需要 假设我要抓取外部资料的话 我需要先做一件事 所以你会看到,在哪里呢? 在我们的0601里面 假设如果我们执行这个Request的话 那第一个一定会出现什么错误 执行的话一定会出现这个错误 你执行底下会跟你讲说 module not a phone 有没有,L 顾问一下,其实很明显的告诉你说 他找不到这个模组 那特别注意,其实在Python里面 很多模组都可以外挂 OK,那像Request也是一个外挂 那所以呢,以后的话 你想要抓很多大量的 比如你要解决一个问题,你会找一个外挂 那这个外挂如果安装到你的Python的函事库里面 那接下来就是我们要做的哦 如果你看到什么 no module name的这个名称的话 那表示说,你没有装这个模组 那你只需要什么? 把它安装起来就可以了 OK,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要教各位如何去做 那个模组的安装 大概会有几个方法 那其实一般的话 这个可以先跳过 最重要是这里啊 就这个叙述 这个 这什么 pip install 这个pip的话呢 其实主要就是在哪里 其实这个 你们可以稍微 google一下那个python 官网里面的话 有没有,第一个就是了 然后python的那个官网 然后你会发现哦 上面就有个pyp 这个是什么? python的package package就是套件 套件里面就放模组 index就是所以 也就是说呢 所有的简称叫外挂 就是python官方的外挂的一个所以在这里 那你可以看到 这个目前的所有的外挂 总共有这么多个外挂 26万多个 一个外挂呢 也就是象征 你可以解决一个问题 那其中的话呢 我们今天要用的外挂 名称叫什么? 名称叫request 所以这个request 其实甚至 你可以把这个request 有没有 直接在这边搜寻一下 request 有没有 拿搜寻 你会看到request 有好多个request request其实 它主要的用途就是抓那个网路上的资料而已 有点像模拟浏览器 把浏览器打开 它去下载东西一样的道理 那第一个的话应该就是了 第一个的话它的版本是2.240 这个版本 那你会发现 点进来它一定会有一个语法 叫做 跟你讲说 如果你要安装我这个模组 其实有一个套件的话 那你必须下这个语法 可是这个语法要下到哪里呢? 其实有几个方法 如果说你的电脑环境比较干净的话 所谓的比较干净说你的电脑只有装一个python而已 OK 单纯只有装 或甚至完全没有装过 就是用我们懒人包的话 那你可以用第一个方法就可以 但是第一个方法因为在我们这边可能不适用 为什么?因为我们这边电脑 因为上课太多种课程了 然后其他也有上python的课 所以其实有可能第一种方法行不通 那你就可能要用第二种方法或第三种方法 我大概都讲 那比较简单的第一个 你可以从哪里呢? Windows 我们前面第一堂课讲的 这个Pephonics 这边 你可以找到呢 我们要找到 这个pydiff的这个interpreters 这边有个叫什么? python的interpreters 那如果说你要安装的话 你可以看到最简单的方法 我也其实蛮长 因为我自己电脑上面没有装一堆的没的 所以呢 直接在这边有个叫什么? 叫managerwithp 有没有? 意思就是你不用下任何指令 直接怎么样? 假设你要装request的话 你就直接怎么样? 把这个打开 然后呢 在install后面加上什么? 加上你要装的这个名称叫什么?request 有没有? 你就把这个request复视起来 或者直接打上去 把它贴到这个后面 install 跟他讲说 你到网路上呢 到那个index里面的server 帮我抓这个package下来 ok 他如果看得懂的话 你把它按run 他就帮你安装完成了 不过呢 这个方法 比较是属于 如果你电脑里面没有安装 太多个奇怪的版本 没有人很喜欢装一堆的python版本 因为python除了说他官方的之外 另外书上有教 就是教你去装了什么 那个account 那个有一个套件 那他就是也会造成你会这个安装会失败 ok 如果没有装过的话你run一下 理论上应该就会直接会出现说 他帮你安装了 ok 那如果第一个方法行不通的话 那可能就要第二第三了 那第二跟第三的话 一样这个比较麻烦 必须要下语法 什么样的语法 接下来的话呢 特别是要 如果第一个方法ok 那你就不用再第二个 那如果第一个方法不ok的话呢 那你就要怎么样 就比较麻烦了 你要下一个语法给他 那这个语法的话 我们一样要下这个语法 pip install request 理论上是可以复制 因为里面旁边有个复制 有没有 按下去复制 那可是问题要把这个指令放哪里呢 特别是要 请你找到你的那个 python的那个韩式库的位置 之前我们在第一堂课的时候 懒人包部分 我们是把这个python374有没有 这个 就这个 这个就是我们的python的韩式库的路径 那特别是要 我们要先找到什么 找到这个 这个目录底下 还有一个目录 叫scripts 点开里面就有pip 有没有 其实可以靠他 靠他去 install 我们的request 那特别是要 点进来之后 request上面点一下 再接下来比较麻烦 因为他必须要打指令 你要打一个cmd cmd enter 它就跳什么 跳那个dors的模式出现 那它会自动怎么样 帮我把这个路径 c点底下的windows的 这个script的目录 它就帮你直接就放在这边了 那你直接把那个pip install 有没有 其实你按右键 它就帮你贴上 右键 右键 它就贴上 ok 但你也可以自己打 不过不建议 你复制了 右键它就贴上去 再来的话 你enter 如果说你从来没有装过的话 那它就会开始帮你安装 不过你会发现 它底下好像没有跑的状态 而且也会出现一个air 那表示说 因为我这个环境 不是只有我用 还有别的环境 所以 第二个方法也不行 那变成你要第三个方法 ok 所以第三个方法的话 怎么操作 我这上面其实云端上也有 其实就这个 这个 应该是这边改一下 374 变成说 可能 我们这边的电脑 有可能需要用到第三个方法 也就是说 我们刚刚是先进到哪里呢 进到这个scripts 有没有 输入cmd 那第三个方法不是进到里面 而是到前一个目录 就是 c叠底下的python374 上面这边输入cmd enter ok 那所以你会发现 它进到的是python374 那上来的话 我们用的指令呢 不是用这个指令 而是在这个指令前面多加一个 python 然后 空一格 参数是1-m 有点像强 强制 跟它讲说 因为你的python版本太多格 我强制选择我目前目录的python 意思是这样的 当然如果你的环境不是那么乱的话 那就不需要这么麻烦 ok 所以呢 我试一下 理论上的一样 你可以把这个复制 因为有些我还是蛮怕说 同学打错 其实只有增加这个东西 所以你可以把它复制 Ctrl C 然后到这边的话 直接按右键 它就贴上了 然后理论上按enter 它就开始跑了 我看一下它有没有 有动作了 有没有 因为我这个电脑之前上课已经安装过 所以它说什么 它的 这个 这个recruitment already 已经安装过了 安装过already 如果你出现它有already 这个状态的话 那表示说你是安装过 你就不用再装了 ok 如果没有的话 它会什么 帮你连线 所以它会一直在跑跑跑 只要不要是红色色的话 那表示它就帮你安装成功了 大概是这样 稍微比较麻烦一点 那特别注意 以后呢 不是只有request 是这样安装 以后呢 只要是外部的外挂 通通都用一样的方法 可以把它外挂 哪些可以用 其实上面 我刚刚讲 这个python的package 这个index里面 只要是所有的外挂 都可以用一样的方法把它装进来 二十几万个 ok 所以请各位 先第一个 先确定一下你的环境里面 有没有安装这个request 那安装完之后的话呢 怎么测试 请你呢 直接再到0601底下 你看 这边有一个什么呢 台北市的这个公有行业市场 这个 下载资料 这个 这一段程式 请你直接Ctrl C 直接呢 我就直接把它贴过来 好了 然后确定说 有没有把它抓下来 那所以呢 这一段程式的话 主要呢 第一个 我们是一定要 input 这个request 所以我有装成功了 所以一定有这个 不会出现no module的 这个错误 第二个的话呢 我在这边呢 利用那个request 这个模组 它有个方法叫get get呢 就是去抓 网路上 有点像我模拟 是一个模拟器 然后呢 我就把刚刚的这个 预览的这个 一串这个 这个有没有 这个网址直接放在 这个get的后面 你帮我去抓 OK 抓下来了 然后帮你抓下来 就丢到前面有一个物件 叫HTML物件 HTML物件里面呢 有一个方法 有一个属性 叫做.test 意思说 这个物件里面有资料 帮我把资料呢 全部抓下来 但是特别注意 后面我加了有一个 encoding 特别注意哦 encoding的话呢 要用CP950 你想说 为什么一定要加 如果不加 会怎么样 特别之后 如果你这一行不加的话 它抓下来的一定是乱码 那为什么是乱码呢 把它抓下来了 有没有发现 有没有跑 有跑了 资料有没有抓下 有抓下来了 但是呢 就是一堆乱码 那为什么一堆乱码 特别之后 request它内建的编码方式 是UTF8 那也就是说呢 如果我今天抓下来的东西 像不知道各位 有没有发现哦 我们刚刚下载之后呢 直接开启的时候 开启之后的话 你会发现哦 诶 在ECL里面居然没有乱码 为什么 因为ECL它不是用UTF8 它是用ANSI 或者叫CP950 所以哦 如果你打开 用ECL打开 没有乱码的话 那表示哦 它就一定不是UTF8 那你一定要告诉它说 哦 那我的编码方式哦 请你帮我用一下 什么编码方式呢 就是哦 帮我编码的方式呢 改成用CP950 就是用微软的那种编码方式 OK 我们把它植习一下 那你会发现哦 print它 出来的结果的话 诶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哦 它吐出来的东西呢 就不会是乱码了 OK 但是哦 这个资料的话呢 我得到之后呢 还要做后续处理 OK 有点像我从它那边server呢 把它抓过来 不需要说我去下载 然后再用开档的方式 来开 那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哦 你会发现哦 request哦 它跟那个 我们之前用的那个F物件 F等于open 有没有 F等于open呢 预设是刚好颠倒 预设它是用CP950 它不是用UT8 那request的预设是UT8哦 OK 所以可能要特别注意一下哦 那这个抓下来之后后面哦 我们需要做哪些事情哦 特别注意了 就我刚刚我稍微统计 就是 你会发现哦 如果你将来要做那个统计分析哦 海上还是用那个所谓的枢纽分析表 因为我想知道哪个菜市场哦 的那个轻冲的价钱最便宜 有没有 那你会发现你把这个地方哦 直接插入一个什么 枢纽分析表 再利用什么 把市场拖拉到列 把品名拖拉到蓝 然后呢 把那个价格拼 就是放在那个尺 并且用平均 这边把它设定为平均的话 那你会发现哦 它就会帮我列出来 那我在利用什么 利用那个排 资料里面的排序有没有 哎 由低到高 把它排序一下 那你可以马上看到 哎 最便宜的 就是在什么 西湖市场 跟环南市场 最贵的话呢 就是在哪里呢 市东跟西宁 哎 市东刚好是天母啊 西宁应该是在那个 西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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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宁在哪里 中校西跟西宁 中校西 西宁 哦 这也在西门町旁边 附近而已啊 哎 那可不是跟环南 环南就是在更远 哦 那可能比较市区的话 价钱比较贵啦 那我是直接去抓什么 抓轻重的价格 对不对 其实好 有的时候 所以我们一般会混用 比如说有些啊 Python比较强 那我就Python去爬 爬完之后还是丢到 Essail里面 马上用枢纽分析 马上都知道结果了嘛 对不对 甚至丢给Power BI 让它马上去产生结果 不就 你就不用那么辛苦的 再去做很多的事情 所以要知道说 每一个工具的长处在哪里 你就用那个工具的长处 不是最好的 把它结合着用嘛 没有人说你一定要一个工具 用到底啊 OK 所以可以先试试看 刚刚讲的TP2 主要是在我们的0601里面的几种安装方式 那理论上你们很有可能需要用到第三种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如果确定你的Python的环境里面已经有Request的话 那你就再把底下的这一段程式 下载资料的这一段程式 直接建一个module贴上去 先转转看 哦